2月16号开学日一早 卢竹分局为了确保学童交通安全跟校园安全维护 来到学校门口展开互同勤务 除了加派警力进行安全维护 也针对路口不停让行人违规等加强宣导 由园警守时交通安全标语 卢竹分局长也现场发送有着宣导标语的新年小礼物 希望借此增进家长跟小朋友的交通手法观念 为了确保学童交通安全跟校园安全维护 本分局尽特别针对辖区内的国小展开互同勤务 然后加派警力来进行维护跟宣导 希望能增加家长跟孩童的各项安全概念 那本分局同时依据教育部所定的 校园安全维护工作自主检合表来办理校园安全 然后主以检视校园的安全软硬体 跟紧急应变措施是否符合规定 然后我们提出改善建议避免危害的发生 在此本分局亦会加强校园危险因子的预防 然后来疏导校园周边安全的道路交通秩序 卢竹分局表示学校周边时常发生的交通意外事故 主因多维超速任意穿越马路 以及家长接送围停导致的事件死角意外 因此警方也呼吁家长接送请勿围停 学校周围是交通邻近区请放慢车速并且注意行人 同学们过马路也务必走斑马线不要随意乱闯 最后提醒用路人学校周边是交通安全邻近区 那请行进学校周边的时候要减速行驶 另外还要提醒小朋友 你们在过马路到学校的时候要走行人穿越道 并且放慢行驶左右摆头 然后遵守耗置行驶 最后再提醒家长 您在接送小孩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请到学校的家长接送区 不要违规造成其他用路人及小朋友上下课的安全以及危险 另外卢竹分局也同时派员前往校内各级学校 并依据校园安全维护工作自主检合表项目 办理校园安全 检视校园安全的软硬体设备 以及紧急应变措施是否符合规定 并且提出改善建议 警方也会加强交通执法提升学校周围道路安全 让学童们可以平安上学 让家长安心 接下来的唯一投影报道